4号 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方面的冲突 有进一步加剧的迹象 当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向以色列方面发射了多枚火箭弹 而以色列方面则出动了战机和坦克 袭击哈马斯的武装阵地 以色列国防军4号发表声明说 以军当天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位于加沙地带的多个军事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说 当天大约有200枚火箭弹 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南部 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了数十枚 作为回应 以军出动战机和坦克 打击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多个军事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还封锁了加沙边境附近区域 以色列警方也加强了南部地区的安全戒备 增强了巡逻力度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消息 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 已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和他14个月大的孩子 据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的消息 当地官员当天还对加沙地带的部分学校进行了疏散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丝毫威胁 对以色列发动更多袭击 哈马斯官员告诉记者 为促使冲突双方停火 埃及正与以色列和哈马斯等方面进行密切沟通 自去年三月底 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 开始举行回归大游行以来 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冲突不断 地区局势持续紧张 而在三号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 以色列战机轰炸加沙地带以及边境冲突 造成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约50人受伤